这两个光头非常有意思 左边的是我们的 中国马叔 右边就是韩国马叔 今天这盘马叔登录得非常快 他要表明他自己真的不是来打加油的 到了光头决定入党齐位的时候 然后马叔从来都是非常努力的 对吧 好 马天元黄色的人猪 蓝色的人猪 马叔这里又让了韩国马叔这边一秒 对让一秒 让一秒我觉得可以接受的 中韩马叔 现在是中国马叔先打出了GGGi了 现在出生在地图下方的 就是我们中国马叔马天元 马叔 地图上方 就是我们的韩国马叔 Dayfly日飞哥 日飞哥这个名称好多 我觉得这个Dayfly今天发挥实在是太差了 对吧 让他的中国饭食伤心了 我觉得马 我觉得不是马叔 我觉得日飞哥 这个水平可以说是非常高的 他TVT好像有点水 他TVT确实可以说练的少 这没想到他这场比赛 他队伍里面有马卡 为什么他不跟马卡练呢 马卡练在旁边笑 你这个 说不定马卡这个TVT万一也是这种水平 还真不好说 真不好说 真没看过马卡的这个TVT 你这么一说 我也想到马卡的录像包里面都没有TVT 好像都删掉了 自己都看不下去 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吧 毕竟是非常重要的三四名决赛 三四名决赛 还能决定谁能入光头党 这个其实意义重大 那光头党主席不知道是想谁 希望谁入党 谁入党 关键是看什么职位 对什么职位 像马叔跟日飞哥两名选手 他都是得高望重的选手 他入党的话肯定是一个非常高的职位 不像布莱特OK 这位老兄 这位老兄 你别说布莱特OK自从搞了个美服账号去美服打之后 他现在天天都在美服打了 哦 农民汉暴一个 这 马叔啊 马叔啊 这马叔农民汉暴一个 对啊 你什么情况 没关系 好卡 好的 马叔你赢了 你打台服都卡 这个这一招我们就是完全不 打台服就没办法了 打台服这卡就是你自己的事情 嗯 这个马叔而且只打拼 还是想疑惑一下 其实马叔刚刚被汉暴这个农民也是双脸 那个菊花一震 这个只好打出好卡了 那也不能这样说 我觉得今天的比较有点我也招不住你知道吗 我觉得四个人组招不住 第一次第一点 第二点我觉得 这个好像打第二点 有点业余 等这么久 就算了对吧 而且我觉得打的时候乱七八糟的那种感觉 你有这种感觉没有 乱七八糟不是很正常的事情 嗯 所以说我们四叶杯比赛就非常有意思 有四个重组的比赛 也有四个人组的比赛 也有四个人组的比赛 这当然是拜 德里特旺所赐 抽签所赐 德里特旺这边本来是 有机会选出其他种族的 但是上天啊 上天是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三分之一的机会 还是让他选择的 市场 市场TVT 确实有点多 这个现在玩家已经在商量了 给马叔在光头党里找个什么样的职位比较合适 有什么建议吗 这什么建议呢 什么 烧业主委会主任 这个 这个职位不错 这个职位真不错 可以哦 好的 那回到比赛 这里马叔是 马叔现在是 持续造枪兵前压 马叔这边又是少枪兵 不是 应该还不少 对方有 雷射 有个雷射 好的 给到雷射 很凶啊 哎呦 你别说马叔就能打赢了 马叔这一下 好 马叔 这边感觉不妙啊 这怎么回事啊 今天晚上这悲剧啊 怎么打都打不赢 这个冲口感觉自己应该是有优势 但是没让到 哎呀 马叔弹出来了 大哥来 我看这个枪兵跑 就像不来的风 这个枪兵受不了了 这个太打加油了 这个来一个烹火车 什么事情都没干啊 马叔被冲方打回去了 嗯 好 马叔这边是造了飞机场 飞机场是挂了 来反应炉的这个挂件 哎 围巾战机 DF这边选择 那我DF这不是被玩客 当然没关系 路地没枪兵啊 路地枪兵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飞机场 刚刚路地枪兵被不拉了凤了 这还拿着有枪兵 飞机 好 造有个地宝 DF很稳 哎 说起四个T 我就想起一个人 四T 好的 那我就不提他了 这个悲剧的人 四T这一次没有报名参加预浅赛 也是伤心哦 嗯 这个 SC战队三个人嘛 三个人对 PJ 嗯 WYF 雷车 雷车三个人 他们觉得 他们觉得四T还是练练 四T靠不住 PJ确实今天 出现了 而且感觉挺轻松的 对吧 对 PJ确实经过一个长足的努力 是获得了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嗯 但是 有一句说一句啊 韩国选手出现的都是小子的头名 中国选手出现的 除了甚至外 都是小子第二名 你还行呢 有这么多进十六强的 我也满足了 对吧 还有两个人 还有两个人 PJ也是从韩国选手里面抢到的名列 对吧 PJ是干掉了 Defline嘛 哇 PJ是飞哥要进行进党吗 飞哥进党 这 这你觉得还有什么好惊讶呢 是 有看到BrettOK跟Junions 你还有什么好惊讶呢 BrettOK 我想到BrettOK 我就想一下 悲剧的罗斯堡军